大家好 正经的各位闲耀们 晚上好 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的生之念 那今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来学习第九种随念 入出息念 入出息念的八粒语称为 阿那巴那是入出息或者称为呼吸 它是由阿萨萨跟巴萨萨出成 阿萨萨是入息或者有一个也解释为出息 而巴萨萨是出息 不过有些人也解释成入息 萨迪是念 是专念 阿那巴那萨迪 我们一般就依它的意思而翻译为入出息念 但是古代有时候也翻译为阿那巴那萨迪 但有的人也把它错误地叫做安波念 或者安班念 我们现在就以它的意思的统一为入出息念 入出息念是佛陀经常教导赞叹的一种悦出 由于这种业处它具有很殊胜很寂静 不仅仅它的所缘很寂静 而且它的残肢等也是很寂静 如果在我们对比一下其他的业处 会发现到有一些业处 虽然所也能够振得残纳 但是可能所缘会比较粗 有些业处可能所缘很殊胜 但是他却不能够振得残纳 或是很高的残纳 例如休息不尽 十一种不尽 即十种无意识的不尽 或者一种有意识的不尽 甚至念 虽然都可以振得残纳 但是所缘是怎么样 所缘是很粗的 甚至所缘是很厌恶的 而有一些业处呢 虽然所缘是很殊胜 例如佛随念法随念等等 但是他们只能振得尽心定 而不能够振得安置 对于入初心念来说呢 所缘本身是很殊胜的 由于它有寂静性 就是它是很平静的 很宁静的 而是不粗的 同时 它也可以振得很高的层 它可以振得世界当中最高的层 即第四层 而且这种业处 它是一切佛陀们所修行的业处 应该来说呢 不管是过去的佛陀也好 未来的佛陀也好 我们现在的古达玛佛陀也好 它都是依照这种业处 而获得殊胜的证务 就例如在清净道论里面 这么样说 在各种业处中 称此为最上 就是这种入住心念是最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切知的佛陀 独觉佛和佛弟子们 殊胜证物和献法乐住的足处 在清净道论的副著 叫做Mahatika里面 要致命补充解释说 这里讲到的殊胜证务和献法乐处的足处 是指一切诸佛 以及一部分都独觉佛和佛弟子们的殊胜证物 即通过其他业处 证物殊胜和献法乐处的足处 足处就是禁音 或者称为直截的原因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在四十种修止的业处当中 培养定力的业处当中 这种是最殊胜 最上的 就是Muttabuddhan 它的性质 它的本质是最上的 最顶的 因为它是一切知的佛陀 也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的佛陀 还有一部分的独觉佛和一部分的佛弟子们 通过这种业处而获得殊胜的证物 这里殊胜的证物是指什么呢 是指圣道 圣国 以及涅槃 例如我们的Kotama佛陀 他已经放弃了苦行之后 就想起在他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在棧布树下 专注呼吸而震得粗产 于是他就想 我一直都是在回避着种种的乐受 但是这一种乐受 就是粗产的乐受 是很殊胜的 但没有夹杂贪爱的 这应该是处理之道 于是他来到菩提树下 透过专注呼吸 修入出信念 而证得了粗产 第二产 第三产 第四产 然后在缠纳的基础上 再转修Vipassana 转修观 而再透过观制 在初业时分 证得了素素水炼制 在中业时分 证得了友情死生制 在后业时分 证得了漏尽制 而对于读觉佛来说 有很多也是修入出信念 而通过他作为根本业初而证物的 虽然不是全部 但是有很多 对佛弟子来说也是有很多 或者说有些佛弟子 也是通过其他的业初证物殊胜 但是只要拥有 入出信念缠纳的圣子们 他就可以透过专注呼吸和证得缠纳 在他证入缠纳的时候 就称为献法乐珠 什么是献法乐珠 献法就是今生 在今生献世 乐珠就是安乐的珠处 入禅快不快乐 入禅是很殊胜很微妙的快乐的 所以当圣子们 他想要安住以献法乐珠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修入出信念和进入缠纳 这个称为献法乐珠 巴达塔南是指静音 就是他透过这种为基础 透过这种为言音 而证得殊胜证物 以及献法乐珠的 那既然入出信念这么殊胜 那到底应该如何来修行呢 我们再来看看在经典里面是怎么说的 经典里面一般提到修入出信念 他的行文几乎都是一样的 佛陀证明说 主彼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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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灵野 前往树下或前往空闲处 结家夫坐 保持其身正直 自念于面前 他只念于入息 只念于出息 这个是在经典里面 佛陀对入出信念的教导 在这里 我们就依照他的经文 简单的解释一下 讲道德 于此是在佛陀这种教法当中 称为于此 前往灵野的灵野阿兰纳 古代翻译成阿兰若 它是指森林郊野等 前往树下 是指在这个好理解 或者说前往空闲处 就是安静没有吵杂的地方 结家夫坐 结家夫坐呢 是指盘腿而坐 正直其身 是指上身保持端正 十八块脊椎骨的骨端 它是排列整齐的 不会弯 不会取的 既不是搭拉下去 也不是崩直 而是成自然的正直 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 就不会因为崩得过紧而产生苦受 或者说弯的弯曲而产生凶猛等这些苦受 他的心容易得以专注 不会退失业处 自念以面前 巴里木康 撒定 乌巴塔 北多 乌巴塔 北多是自念 或者说把念献起 撒定是念 乌巴里木康 是面前 这里面前是指业处 就把正念安住 或者建立在业处 这个地方 说是他 就是智慧 比枯 智慧 禅修 是sato 是sati 只是念语 asasati 是入息 sato 是念语 pasasati 是除息 在这里佛陀 为什么讲大家 去了一个空闲的地方 然后呢 要专注于呼吸 把心念 专注在 呼吸上呢 心境道论里面 就举了一个 这么样的例子 所以像木子 想要寻服一头 喝野母牛 之乳 长大的野牛毒一样 先须带领母牛 在一边 埋了大木桩 并用绳子 绑在那里 那时 这牛毒 做各种挣扎 却不能逃脱后 只能在那木桩边 坐或躺卧 同样的 斯比姑 想要调幅 长久以来 引颜色所言等 之未成长的邪恶之心 先须离开颜色等所言 进入林野 等 那只到 空闲处 他应以念之神 绑在 那入出息之庄上 如此 他的心作 种种 挣扎于 以前所习惯 而不得的所言 却不能挣脱念之神而逃脱 只能依那所言 而以进行祸 安置而坐或卧了 所以这个比喻呢 是比喻得很好 如果我们要寻服一头牛的话 先要定一个坚固的木桩 再用一条坚固的绳子 绑住这头牛 那这头牛刚开始的时候 他当然他会做各种的挣扎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要回到母牛的身边 他想要回到 森林里面去 但是他经常挣扎 做任何的挣扎 都没办法挣脱 最后他能够乖乖的在木桩旁边 坐直或者躺卧了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想要寻服 这种经常都是去追求 执着以色生相畏处 各种不同的所言 让各种不同所言 刺激我们 甚至我们现在还可以寻找这些的刺激 想看漂亮 就是想听叶耳之声 想要闻妙香 要吃好的味道 身体有很多舒服的角色 人经常都追求这些 我们心依旧都是离 离不开这些已经被污染的五颜六四了 已经很肮脏了 我们但是现在想调普他 就先要离开这些颜色的所言 就去到了林爷等等 你看这里也是树 那里也是草 没有很漂亮的 这些诱人的形象等等 没有那种音乐 这些种种的无私组织乱耳 于是就把心绑 用念的绳子 用正念的绳子 把它绑在自己的目状上 绑在呼吸的目状上 那刚开始的时候心是不习惯 因为心习惯于去追求各种好的目标 越目的越耳的好吃的舒服的目标 但是由于他不断的挣扎 但是有正念都是绑在呼吸上 久而久之 他发现到所有的努力都是无效 也是乖乖的就在这边 就依照这个所言 就正得了安置定 正得进行安置定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要如何来修行呢 或者说修入出思念 他应该要注意哪些呢 在清静道论里面就讲到了 八种做意的方法 八种做意的方法 第一种是素 Ganana 素就是鼠吸 鼠呼吸 第二是 水 是跟随 第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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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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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是 安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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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是 观察 就是 是 是 第六 怀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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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境 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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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反光他们 就是 是 寻察 就是 在每一个阶段 都要 去 他们的所言 来去 寻察 这一讲到的第一种方法 刚那那 素 跟一直到安置 这是属于修定的 前面四种是修定的 后面的 几种 到 到果了 这个是属于修观的 然后再反观他们这是检查的 因此在这八种作业方法里面 其实也包括了修止观的方法 佛陀在经典里面教导修入出信念的时候 也是包括了修止观的方法 甚至在《大念初经》里面 佛陀讲到第一章 叫阿那巴那萨迪巴巴 入出信念部分 也教导了修止到修观的方法 修止的方法就这里讲到的 从属西一直到安住 一直到正的陈那 然后再开始修毗巴萨那 一直到正的阿拉罕胜果 我们现在就也简单的讲一讲 如何依照修入出信念 达到正的陈那 甚至一直如何以入出信念来修观 并且正的 圣果的简单的方法跟过程 佛陀在经典里面教导入出信念就用了十六种方法 这些十六种方法我们现在也一直十六种方法来讲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讲一讲 熟悉的方法 熟悉的方法呢 是指一位产修止在刚刚专注 呼吸的时候 由于心习惯性的会跑到以前的 目标 以前的所言 以前的生活方式当中 心很散乱 没办法安稳 安定下来 那他就可以用鼠吸 鼠吸是对治心散乱 对治妄想的很好的方法 在鼠吸的时候 我们就鼠之呼吸 如何鼠呼吸呢 当吸气的时候我们数入 然后我们知道入 然后呼气的时候知道出 然后数一 或者说患 倒过来也可以 呼气的时候数出 然后吸气的时候数入 然后数一 这些都可以 在数数当中 对数字也是有讲究 从五到十这些数字当中 任选一个 但是不应该在五以下 也不应该在十以上 如果数到三或者数到五 比如数到四等等 由于这些数字太少了 那未免由于空间太狭窄 而心生苦闷 就好像关疫情牛的牛棚 如果这牛棚太小 那这些牛就变得很挤 对于十也是 如果超过了十 那由于心的 依照这些数字太长 那么未免呢 也容易心产生散乱 而起不到鼠吸 因其道的效果 所以应该在五到十 中间选一个数字 大家可以去根据一些法术 来去选利 如果你是数到七 那么它在提醒 在培养七卷之 如果数到八 在提醒 在培养八之圣道 如果是数到十 那提醒 在培养四种八道米 都可以 在数息的时候要知道呢 不要养成数之数之 一边数一边 妄想的坏习惯 数息就要起到数息的效果 数息的效果是 为了止息散乱 对峙忘想 如果我们在数 入出一 入出二 入出三 这样数的话 假如心还是散乱的话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数 我们就可以用 12345678910 12345678910 这种方法来数也可以 这样的话呢 就为了让我们的心 能够更加安稳的专注 最后的第二种随 随是指跟随 不过呢 要注意呢 跟随 他并不是说 跟随着呼吸进出 在清静道论里面讲说 随名为放弃 属树后 不间断地让念 跟随之入出息 但是呢 要知道 他并非跟随之 他的初中后 即 外出的风 外出的风 以旗为出 以心为中 以鼻端为后 内进的风 以鼻端为出 以心为中 以旗为后 因为确实有些人教导 在修入出信念的时候 他们要观呼吸 呼吸 从这里 这里为出 然后进到心里面 之为中 然后度其之后 然后这样跟着 在清静道论里面说 若这样跟随 会令心散乱 躁动和动摇 就好像 无碍解道里面 这样说 以念跟随着 入息的初中后 而内进 因心散乱 而使身心皆 躁动 动摇和动荡 以念跟随着 出息的初中后 而外出 因心散乱 而使身心皆 躁动 动摇和动荡 所以 这里讲到的 水 阿诺 邦达 那不是说 跟随着呼吸 进到体内 到肚脐 或者到肺部也好 也好 出 不是怎么样 很明确的 这里的水 不是说 跟着进去的意思 而是什么意思呢 而是在这里 知道呼吸的初中后 而不是说 跟着它进去 如果跟着它进去 跟出来 那其实是在 修世界差别里的流动向 流动向就是这么样 但是在修入初心念的时候 的水不是指 进去出来的意思 而是在这里跟随 或者说 是在触点里去 水 在清静道路里 就这样说 正是如此 智彼窟对内进的风 和外出的风 不是他的责任 只对到达鼻门的 入出息负责 这里就讲到了 下一个是处 处是 就是佩萨纳 处是指触点 也就是在鼻头 或者人中 或者尚存之一带的接触点 这接触点是应该 专注 这是专注呼吸的地方 应该是专注呼吸的地方 清静道路里面就挤了 好几个例子 就挤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跨脚指的例子 就有一个跨脚的人 他和妻子在荡千秋 他推动千秋之后 他就在千秋中间的柱子坐下来 然后就看到那一来一去的千秋 他并不是去看他的两端和中间 而是他只是坐在那柱里 这样牵动 同样的 对于羞肉出息 比库也是 他不是去跟着他 这样晃来晃去 他只是在中间 在那一点上 如果需要推动的时候 他就推动 第二个例子是守门人的例子 守门人的例子是指 当一个守在城市门口的人 或者我们说现在做安检 做海关的东西也是 他的责任并不是去调查 那些还没有进来的人 或者已经进去的人 只是到达门口的人 他去调查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的证件 你怎么 这是他的责任 已经进去城里面 跟已经 他正在排队 在外面的并不是他的责任 只是正在 站在他岗位面前 的是他的责任 所以说 这位比库对内进的风 和外出的风 不是他的责任 只是对 正达到鼻门 就是这一带的呼吸 是他的责任 又比如说 寄木头的例子 寄木头的例子 当人想要把一块 一根木头寄断的时候 他并不是去注意寄的两端 而是只是注意寄跟木头的接触点 在那边不断的拉寄 那么就很容易把寄 把这根木头寄断 清洁道文讲说 只有将念放置在触点的地方 休息之才能成就入初心念的修行 所以这里讲到的 不是跟随他进去 不是跟随他出去 而是在触点之边 把正念安置在这边 然后专注呼吸才能够修行 才能够得以修成 入初心念 无碍解道里面 就有了这样的一首 寄诵 这首寄诵 清洁道论也引用了 讲道论 向入息出息 非一心所言 不知三法子 修习无所得 向入息出息 非一心所言 知此三法子 修习有所得 清洁道论里面出现 这一首寄诵出现的两次 这两次的寄诵是一样 但是它的意思略有不同 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这里讲到的 像尼密达 尼密达这里的像是指 这里的触点 就如论中继续讲到 必顾将念 置以鼻头 或口相而作之 不作意来以去的呼吸 但不是不知来以去的入息 入息的出息 也了之精群及完成努力 成就殊胜 这里就讲到了 像是指 鼻头这里的口相 或者我们说这里的触点 这个是像 第二是入息 第三是出息 非一心所言 是指 在一个刹那当中 心不可能同时 知道三个所言 它并不是说 你知道这里 又同时知道呼吸 知道入息 知道出息 也不是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三样东西 你不知道三样东西 你怎么修都不可能成就 像入息 出息 非一心所言 知此三法 只修习有所得 既知道 像 是指 这里的鼻相 或者口相 入息 和出息 它们三个并不是一个心念 一个心的目标 所言 但如果我们了知这三法 那么我们才可以修习有成就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是 如果 我们只是知道 这里的 触点 那我们将会怎么样 会失去的入息和出息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注意 自己的触点的话 那可不可以修行成就呢 可以吗 如果我们只是知道 自己的像 那我们就忽略了入息和出息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 先找到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里再去专注入息和出息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知之三法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修行才能够成就 所以说到将念至于鼻头或口相作之 就是把念先放在这里 但是不去作于来与去的入息 也不是不知来与去的入息 但是我们是不去管它进和出 但是我们是知道这里的呼吸 这样的话修行才有所得 又例如说 在经济道文中又这样强调 另外该记住了念以会的鼻孤 不应在自然出处之外 去寻求其入出息 所以我们也知道呢 在专注呼吸的时候 确实是在智力去了知入出息 如果是在智力自然出处之外去寻求 那么无论如何 它都不可能 证得殊胜的成就 不可能 哪怕连进行定斗 不可能成就 那什么是自然出处呢 自然出处是指 我们的呼吸 它属于风界 在第十五风四大章中 它属于风界最明显的部分 而外界的空气 也是风界最明显的部分 那里面的风跟外面的风 或者里面的气跟外面的气 中间的交界点是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这边 一旦进到了鼻子里面 那已经是属于内了 是不是 可是如果离开了我们的嘴唇跟鼻头 那是属于什么了 属于外了 那自然的出处 就是它的交界点是在哪里 就是在这里 就好像我们寄木头一样 只是寄子和木头中间的那个接触点 我们现在也是在专注呼吸的时候 也是在这里去专注 而不是在其他里外 而不是专注这里的鼻头 不是自己的鼻头 就讲到的鼻头 NASAKAK NASAKAK 它是指这里的鼻头 而不是说我们在注意是鼻尖 这个叫鼻尖 不是注意这里 或者说注意口相 口相的意思不是指张开口这里的相 而是指上存之一带 这个称为口相 MUKA NIMITTE 就是在这个地方去专注 当我们这么样确立了正念 把念确立在初点这里去专注入息和初息之后 我们就来看如何修行的 在经文里面就这么样讲到 入息长时了之我入息长 初息长时了之我初息长 入息短时了之我入息短 初息短时了之我初息短 他学我将觉知全身而入息 他学我将觉知全身而出息 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入息 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出息 这一段经文在结合之前讲到的 他只念以入息 他念以初息 于是呢就形成的在 休息入初息念当中的四个 一般的一般的阶段 一般的次第 呼吸进出明显清楚时 就应该注意入初息 这个是指在 他只念以入息 只念以初息 那个阶段 当呼吸的进出变得比较微细缓慢时 可以专注长短息 这也就是经文里讲到的 入息长时了之我入息长 初息长时了之我初息长 入息短时了之我入息短 初息短时了之我初息短 这是指呼吸有时候会比较缓慢 比较缓慢是指长 长这里长并不是指长度的长 空间上的长分是指时间度的长 也就是缓慢的意思 当呼吸的进出变得更微细缓慢时 可以注意全息 这里的全息 全息是指呼吸的整个过程 因此在经文里面讲到的 全身 这一个身是指呼吸身 因为身是指聚合组合的意思 在中文里面的身 只是指肉身 或者讲到的这个身体的身 但是在巴黎语里面 身它有好几种意思 有时候身是指色身 有时候的身是指明身 就是明法 我们说的一堆的心理现象 只是一堆的这个叫身 有时候就指呼吸身 因为呼吸也是一堆的色法的聚合 在这里的一切身是指呼吸的整个过程 当呼吸变得很微细很缓慢的时候 就可以注意呼吸的整个过程 这个称为一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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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呼吸进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它这个是开头 中间结尾 而不是说刚才讲到的 是随着它进去的开头 而是在这里 也是在处点里面知道它开头结尾 出息的时候也知道它的开头中间结尾 这个是称为随吸 或者说称为注意全息 当呼吸变得很微细 若有若无时可以专注微息 这就是佛道讲到 我将平静身形的入息 我将平静身形的出息 对于修其他夜处的禅修指来说 其他夜处的所缘是越修越清楚 但是修入出心念前很特别 所以越修所缘也不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随之心的平静 那呼吸也会变得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微息 微息到最后乃至不限起 就是察觉不到了 这个时候就成为微息的阶段 对于微息的阶段 成学者就不用太过去在乎 以他的近和处 甚至他的有和没有 已经不用太过在乎了 那个时候指引怎么样 指引在这里去等待呼吸就可以 或者说指引把心安住在这里就可以 有的禅修指在这个阶段 就会感到困惑说 他们认为说 我没有呼吸的 我的呼吸不见的 其实不会的 呼吸并不会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七种人才没有呼吸 那七种人呢 第一是母胎中的胎儿 第二是潜水子 第三是无想天人 第四是死人 第五是进入第四禅子 第六是 逃生到色界和无色界的梵天人 第七是 第七是入灭尽定的人 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这样想 现在我也不是属于胎儿 也不是潜水的人 也不是无想者 也不是死人 也不是进入第四禅 也不是色界和无色界的梵天人 也不是入灭尽定的人 所以当然是有呼吸的 只是由于我的智慧太顿了 也就是正念太弱了 所以不能够觉察到呼吸而已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把心 就人人安住在这个地方 就自然的触点 这样就保持去等待它 或者说只是安住在这里就可以 那慢慢的我们人人可以 解释到很微细的呼吸 或者那个时候 根本不用去再理会它的进出 只是把心安住在这里 在这么样安住的时候 我们心就可以获得更加平稳 为什么呢 因为呼吸越微细 我们的心就应该越平稳 但是在微细的阶段 往往很多禅修职又会遇到的一些困惑 这困惑是由于在微细的阶段 发现到呼吸太微细了 而变得好像没有所言 就心没有对象 于是就跑去火车乱响了 要跑去打妄想了 又或者说 由于感觉到好像 呼吸的所言就没有了 于是心就变得顿顿的 就在那边打瞌睡了 为什么会这么样呢 其实这是由于心和呼吸 不平衡的关系 那个时候 心还是停留在之前比较粗的呼吸 就是有入粗的时候 那由于心就感觉到所言是对象是明显的 那心他就感觉还有对象 在看着 但一旦等到呼吸太微细的时候 感觉到心就没有对象 一旦没有对象 要么他自己去找对象 要么他自己在那边 好像一个店里面都没有人的一个店员就在那边打瞌睡一样 那要如何来去调整 如何来去对峙这种情况呢 因为呼吸微细流 但是心还是粗 那心和呼吸就不相应 一旦心和呼吸不相应 那么我们就感觉好像他们之间有落差 有落差心就在这空隙里面流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 不应该刻意让呼吸变得明显 因为刻意让呼吸变得明显的话 会使心变得搅动 而应该让心变得更威胁更明显 我们就可以思维 由于智慧觉知 正知以及正念不够清晰 所以才觉察不到呼吸 我们这个时候就把心安住在这边 就犹如我们去地上去找一根头发 或找一根针一样 用心去安住在这里 或者说那个时候把心镶在这个地方 就感觉智力一团绵绵绵绵绵的心 一旦心细的就会发现 有了气息还在这边 虽然它的入已出已经不再明显了 但是还是有 一旦我们的心也调细的 呼吸也很细的 也是这个时候定力就很容易培养起来 因为定力是指心的专注 平静和威胁 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那么很可能禅修止 就能够体验到一些光明等等 对于这四个阶段 我们又必须得要再提醒一下 经典里面讲的这四个阶段 是指一般的阶段 它并不是必然的 因为有些禅修止感到困惑 他在专注呼吸不久之后 呼吸变得很威胁 于是他说 我还没有经过长短吸 还没有经过全吸 怎么我的呼吸就不见了 其实应该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以由入出吸 直接到全吸的阶段 有些人可以由入出吸 甚至到威胁的阶段 甚至我还教过一位禅修止 是由入出吸直接到成那 是不是 所以你去追究他 你为什么不经过长短吸 你为什么不经过全吸 你为什么不经过威胁 不需要嘛 是不是 所以不一定说 一定要经过这些 这因人而异 如果我们从入出吸的阶段 直接到威胁 或直接到有长相 然后专注长相 这不是更好吗 是不是 当然如果是在威胁的阶段 禅修止可以继续把心按住 那是很好的 但是在威胁的阶段 有时候 由于呼吸太威胁 而禅修止如果体验到光 这个时候也要注意 但是在威胁的阶段 当然在入出吸 长短吸或全吸阶段 都有可能 它会体验到一些 外来的光 就是感觉到好像是在 眼前 在额头 在鼻子前面 或者在头部的周围等等 这些光 或者是在右侧 或者在左侧 或者在下方 或者在上方 这些都有可能 由于 因为这些光被他体验好像很强 他的心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注意他 特别是呼吸越微细 而这些光就显得越明显 一旦 光 出现在外面的光 比治理的呼吸更明显 那么他的心就会被光吸住了 这个是不好的 光和成像是不同的 光是指在成修到一定阶段 定力培养到一定阶段 自然而然就会体验到的 只要你的定力达到某个阶段 或者你的巴拉密达到一定阶段 你即使你不想出现光 它还是很自然去出现的 但是光可以出现在一切地方 常像 入出西念的常像 一定必须出现在 自然的出处 就是触点上 如果是出现在触点上的 光明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形象 我们就可以称它们为常像 Nimita 而唯有 当呼吸以光融为一体的时候 我们才应该去注意它 才应该注意常像 如果还没有融为一体 那证明说 它还不是常像 只要不是常像 我们就不应该去注意它 你一注意它 就证明什么 证明你的心已经偏你的夜处 就好像一个人走着这条道路 但是他会发现到 本来要走这条小路 但是可能那条主要的道路是 管向那边 你走 你走往那边走 你走错路了 只要光还没有出现在触点 你就去注意其他地方的光 那你就已经偏你的入处信念的夜处了 这样的话 你的定力就会掉 就会退时 所以不应该去注意 大家应该继续地保持心在 呼吸下 这样持续地专注 那忠 忠于它的 常像就会出现 常像出现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在清静当论里面就这么样说 对于如此修行者 不久会出现常像 但他并非所有人的都一样 对此 有人的常像如新之光 就好像新鲜的光一样 如魔尼珠 如珍珠 有的人的常像成为粗畜而像棉花子 如心目之针 有人的常像如长腰带 如花环 如火焰 有人的常像如张开的蜘蛛网 如云雨 如莲花 如赤轮 如月轮 如日轮而出现 为什么会有之各种不同呢 因为常像是以心像而生 得到培议的定力 其实也是新的作用 所以我们修入出心念 大家专注的都是呼吸 夜处也是一样 都是入出心念 但由于每个人的心想不同 常像的呈现也不同 这些常像 如果它还是不成熟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去注意它 但假如它是已经成熟了 已经稳定了 我们就应该注意它 那讲到常像呢 入出心念 一共有三种常像 第一种是变坐像 变坐像又称为预坐像 变坐像是预备准备的意思 只要专注呼吸 呼吸本身就是一种预坐像 那直到最后 它发现到呼吸经变成像雾一样 像云一样 像烟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就称为取向 这里的像也是指出现在 鼻头这里的地方的 烟啊乌啊等等 当光明出现在鼻头 这一带的时候呢 只要它稳定 我们就可以专注它 一旦专注它 那随着我们定义体身 它就会变得越来越明亮 越来越稳固 甚至越来越经营 那这个时候就成为四项 Batibakannimita Batibakannimita 就有时候像星光啊 像魔尼珠啊 像宝珠啊 像钻石啊 或者像月亮啊 像莲花啊 像日轮啊等等 这些就成为四项 当禅相已经稳定了 禅相也变得很光明 很晃耀 很稳固的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专注禅相 但不去专注禅相 反而不行 因此《清静道路》里面讲到 在此一为入息所言心 一为出息所言心 另一为相所言心 没有此三法指 指它的业处既不能达到安置 也不能达到尽心 若有此三法指 指它的业处能达到尽心及安置 正如这样说 像入息出息 非一心所言 不知三法指 修行无所得 像入息出息 非一心所言 知死三法指 修行有所得 在这个阶段 禅相是指 这里的相是指禅相 而不再是这里的鼻相了 因为这个是在 《清静道路》第二个地方 出现这一首祭送 这个时候的相是指禅相 特指四相 对于入息来说 这个时候入息也已经变成了禅相 出息也变成了禅相 所以在这个阶段 它就不应该再去分别 什么是入息 什么是出息 而只是专注这里的禅相 当它专注这里的禅相的时候 它就能够达到 尽心和安置定 当禅修指的禅相 已经稳固了 而且就在这 触点这个地方 很稳定的出现 它就应该把心 投入到四相当中去 而不用再去理会 以入息而出息 或者在这个阶段 入息也可以称为相 是入息相 出息也可以称为相 是出息相 因为讲到的禅相 确实是由入出息而呈现出来的 离开了入出息并没有所谓的禅相 而是确实是由于专注于入出息而呈现出现的禅相 因此在四阿比达摩议论 就应该要专注于入出息的四相 从这样来达到残纳 当禅修指把心投入到入出息的四相之后 它就应该要练习长时间的稳固的去安住在四相当中 当他透过致命的专注之后 他将能够越过进行定而达到暗指定 当他达到暗指定之后 他就可以再继续去练习检查出禅的禅之 以及练习五自在 然后再通过舍禅之的方法 去除禅之的方法而练习第二禅 然后再练习第二禅的五自在之后再练习第三禅 然后再练习第三禅的五自在之后再练习第四禅 当他能够如此的去通过入出息念来练习成纳 那我们就可以说 他已经成就了入出息念的职业处 并且达到了成纳 在大念初经等经典里面就讲到入出息念 就讲到正德第四禅为止 然后下面就讲到修观 而在一些经典 比如说入出息念经呢 等里面就是用十六法来讲修入出息念的方法 这十六法可以分为四组 每一组四法 就四种法 第一组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它是属于修身念处的方法 第二组是修受念处的方法 第三组是修心念处的方法 第四组是修法念处的方法 在第二组和第三组当中 包括了修止与修观 第四组只是纯修观 第一组是纯修止 就是培养定力 我们刚才就讨论了 如何透过修第一组四法 来证得成纳的方法 那下面我们再来讲讲第二组 在经典里面讲到 他学我将觉知喜而入息 他学我将觉知喜而出息 他学我将觉知乐而入息 他学我将觉知乐而出息 他学我将觉知心形而入息 他学我将觉知心形而出息 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入息 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出息 在这里 入出信念就严满第二种念处 及受念处 受水观 这四种法 包括了修止和修观 佛多教导 觉知喜而入息和出息 喜逼滴 是初禅和第二禅的禅之之一 禅修止的心欢喜的专注于 入出息四项 这个就是在修止的时候 如何觉知喜而入息 如何觉知喜而出息 在此禅修止进入这两种禅那 初定之后 辨识以喜最为显著的禅那名法 就是在粗禅的第二禅当中 并观照他们无常苦无我 其实 观照禅那名法的观之也伴随着喜 只要修观的对象当中 包含有喜 那么观之当中也必定有喜 这个是自然的法则 这就是如何觉知喜而入息和出息 下面的他学 我将觉知乐而入息 他学我将觉知乐而出息 觉知佛多就教导比库 觉知乐而入息和出息 乐属于初禅第二禅和第三禅的禅之之一 心快乐地专注于入出息四项 这个就是在修止的时候 如何觉知乐而入息和出息 再者当禅修止 初定之后 辨识以乐最为显著的 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的名法 并观照他们无常苦无我 这个时候他的观之将伴随着乐 这也就是如何觉知乐而入息和出息 第三他学我将觉知心心而入息 他学我将觉知心心而出息 觉知佛多教导觉知心心而入息和出息 对于心心 在这里是指想和受 所有四种禅那都伴随着想和受 心心与想和受一起专注于入出息四项 这个就是在修止的时候 如何觉知心心而入息和出息 再者当禅修止初定之后 则去辨识以想和受最为明显的 四种禅那的名法 并且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 这就是如何觉知心心而入息和出息 第四 他学我将平静心心而入息 他学我将平静心心而出息 最后佛多教导比估平静心心而入息和出息 就是平静想和受 当禅修止一次进入四种入出息 禅那时 他自然而然就这样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越高的禅那 想和受就越平静 心与越来越平静的想和受 一起专注于入出息四项 这个就是在修止的时候 如何平静心心而入息和出息 在修观的时候 便是越来越平静的四种禅那心形 也就是想和受 并且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 他的观智也将变得越来越平静 这就是如何平静心心而入息和出息 那这是指如何透过入出息来修第二种念处 受念处或者称为受水观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组四法 他学我将觉知心而入息 他学我将觉知心而出息 他学我将喜业心而入息 他学我将喜业心而出息 他学我将专注心而入息 他学我将专注心而出息 他学我将解脱心而入息 他学我将解脱心而出息 在这里入出息圆满第三种念处 即心念处或者称为心水观 这四法也包括了修止和修观 佛险佛教导觉知心而入息和出息 当禅修止安住于四种入出息 禅那的任何一种时 他的心伴随着念和觉知 专注于入出息思想 这就是在修止的时候如何觉知心而入息和出息 从禅那出丁后 观照以心最明显的禅那 明法为不常苦无果 这就是在修观时如何觉知心而入息和出息 这就是佛陀教导比辩 喜夜心和喜相似 就好像前面讲到的一样 喜是粗禅和第二禅的禅之 这就是在修止的时候如何喜夜心而入息和出息 从粗禅和第二禅两种禅那的任何一种出丁后 观照以喜最为显著的禅那明法为无常苦我 这就是在修观时如何喜夜心而入息和出息 这就是佛陀教导专注心而入息和出息 所有禅那都有心移近性这个禅之 它使心专注于入出息的思想 这就是在修止时如何专注心而入息和出息 从禅那出丁之后 观照以移近性最显著最明显的禅那明法为无常苦无我 这样做是他的心专注以心为首的禅那明法的三项 这个就是如何专注心而入息和出息 最后佛陀教导解脱心而入息和出息 在初禅的时候 在初禅的时候他的心解脱了什么 解脱了五概 在第二禅的时候心解脱了什么 解脱了寻和出 在第三禅呢 解脱了喜 在第四禅的时候他的心解脱了乐 这个就是在修止的阶段如何解脱心而入息和出息 在修观的阶段 禅修止从四种禅那的任何一种出丁后 观照禅那明法为无常苦无我 这个时候他的心能够解脱 知足以任何一种禅那明法为常乐我的颠倒想 就是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去观照禅那心 即使在喜乐也好都是无常苦无我的 这个时候他的心就会解脱对禅那明法的执着 这就是在修观的时候如何解脱心而入出息 第四组 入出息念的修法是 他学我将随观无常而入息 他学我将随观无常而出息 他学我将随观离而入息 他学我将随观离而出息 他学我将随观灭而入息 他学我将随观灭而出息 他学我将随观使离而入息 他学我将随观使离而出息 这里入出息念圆满第四种念处 即法念处或者称为法随观 这一组第四组的四法 只是指修为修观 佛陀教导 毕顾随观无常而入出息 当禅修者从四种入出息 禅那的任何一种触定之后 再观照究竟四法 究竟民法及其因的生灭 并观照他们为无常 这个就是如何随观无常而入出息 接着佛陀就教导 毕顾随观离而入出息 离有两种离 一种称为灭尽离 kāyāvīlāgā 你一种是究竟离 ājantāvīlāgā 灭尽离是指诸形的刹那坏灭 究竟离是指涅槃 当禅修者的观世变得很锐利的时候 他就观照诸形 刹那刹那坏灭为无常古我 这就是如何以诸形的灭尽来 随观离而入出息 当他成就圣道圣果时 即正得了究竟离 涅槃 这就是如何以诸形的究竟离 来随观离而入出息 截至佛陀教导 别哭随观灭而入出息 就如如离一样 随观灭 以及他随观诸形的刹那灭为无常古无我 这样而入息 或者随观诸形的究竟灭 其涅槃而入出息 最后佛陀教导别哭随观 舍离而入息和出息 舍离也有两种 一种是舍离烦恼 就是舍离他们 另外一种是进入无为的涅槃 无为涅槃称为舍离有违戒 舍离也就是 称为 当观者进展并证得坏灭 随观之的时候 他的无常想变得强有力 并且能够去除慢 去除我慢 苦想能够去除贪爱 无我想能够去除邪见 这就是如何以舍弃烦恼来随观舍离而入出息 禅修子这样做的同时 也是在随观舍离 舍离为进入涅槃 因为他的观之让心倾向 以死离有违戒的涅槃 当他的观之成熟并证悟涅槃时 其道之完全的舍弃了烦恼 也就是完全的舍弃了他们 取涅槃为目标并进入涅槃 就是舍离了有违戒 随后他的果子也如此进入涅槃 之后只要他在进入果定的时候 也同样的如此舍离有违戒 这个就是如何随观舍离而入出息 那佛陀就在这第四法当中教导了修观 如何修观而入出息 乃至证悟涅槃的方法 对于这四种法 在此因为这第一种四法是对初学者通过职业处来讲的 就是第四种法是指你通过四种法正得禅纳 正到的第四禅 是对这些初学者来讲的 其一三种在此则是对以得禅纳指通过受心法随观来说的 当禅师通过第一种四法正得了四种禅纳之后 再可以透过观照与受心法这三种来去解说的 所以修行此夜处后以入出息的第四禅为足处修比巴仙那 欲正得连同无碍解智的阿拉罕的初学善男子 因以前面所说的完成戒的清净等一切义务后 以所说的方法以阿扎尼根全学习五节夜处 这第四种四法只是一纯比巴仙那 纯粹讲官并没有是以止来说的 但前面三种则是以止和观 因之如此通过四种四法一共十六世修行入出息念 如此以十六世得此入出息念有大果报大功德 也就是说修行之入出息念 我们不要看到只是专注呼吸 透过专注呼吸可以怎么样 可以一直到真的阿拉罕国 是不是 所以不要轻视自己的呼吸 修呼吸 透过专注呼吸而修入出息念 这入出息念并不只是培养定理 他也包括修以巴仙那 甚至包括透过修入出息念一直真的生大生果 所以佛陀就讲到了修入出息念是多么的殊胜 多么的激情 也拥有大果报大功德 透过修习多做入出息念能够圆满思念处 而通过修习多做移动能够圆满思念处 修习多做移动能圆满明和解脱 又如佛陀曾经说过 拉乎拉 如此修习多做入出息念时 你必知道你必知道最后的入息和出息之面 而不是不知道 这一个意思就是如果能够透过修入出息移植 正的圣道圣果的话 甚至你可以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死 什么时候去世 如果修其他的业处而证阿拉罕的笔枯呢 他们或者能够知道自己的寿命的期限 或者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透过这十六世来修入出信念 而证阿拉罕的笔枯 就必定可以知道自己寿命的期限 就好像住在 哥德巴巴达维哈拉的第四天了 第四长老一样 或者住在 马哈卡兰吉亚 维哈拉的 马哈第四长老一样 或者住在 迪瓦菩萨摩哈拉提 并得巴迪卡第四长老一样 又或者说 又住在 吉达拉巴巴达维哈拉 就住在 庄严三寺的两位兄弟一样 在《清静道论》里面 就集出了这两位兄弟的故事 那两位兄弟 长老的其中一位 在一个月圆日诵戒之后 就送完巴迪莫卡之后 就从比古生团当中 回到自己的住所 他站在进行处 仰望月光之后 就省察一下自己的寿命 发现到他的寿命 到了这一端 走到那一端 然后再走回来的时候 我就再踏到这个线的时候 就翻裂盘了 然后他就从进行到那端 转回来 就在他的脚一踏到 那个线的时候 就站立的姿势 就是以行走的姿势 就翻裂盘了 所以这个就是能够用入出信念的十六种事 修行在正德阿罕果的长老就有这样的大功德大福报 大功德大果报 所以不管是想要培养定力的禅修指 想要培养观智 乃至到正德圣道正果的长修指 都应该要尊重 要恭敬 要休息 要经常休息 要多做这入出信念夜处 好 我们今天讲 入出信念就讲到这里 一起来做回响 一当没不娘 阿沙瓦开亚 阿沙瓦开亚 瓦行活度 一当没不娘 一当没不娘 你把那沙 你把那沙 巴佳佳佳佳 妈妈不娘八更 -Mama不娘va alba ala-sabha-sat-ha-nang sabha-sat-ha-nang -sabha-tah-nang -mah-jah-mih -daysapheim-sam-mang -cuh-nyapha-gang lpandu -guh-nyapha-gang lpandu 愿我此功德 导向猪肉进 愿我此功德 为证涅槃园 我此功德愤 回向诸友情 愿彼等一切 懂得功德愤 沙度 沙度 沙度